我是周玉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Coco's VIP 时间是8点06分29秒 我是周玉寇 我们今天呢 由于专访罗颖选部长的关系 我们把股市分析放到最后 因为罗部长等一会儿 在8点45分以后 还要赶去参加行政院的院会 部长早 早 Coco早 看到你越看越年轻觉得 哎呦 我是觉得你还长得很漂亮 谢谢 罗部长的民调很高 他虽然刚上任 那其实上任了一段时间了 从9月到现在 8个月了 8个月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那其中还有执行这个 很困难的这个死刑犯 那所以更加油 这点倒是很多人 这个希望能够转达 不过今天大家也知道 罗部长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现场 是要接受某种程度的赞赏跟拷问的 是 我晓得 毕竟先我请教你 你认识赵腾雄先生吗 不认识 完全没有见过面 没有见过面 因为你的行业的关系 我看 也不是碰巧 因为我这个年纪的人 恐怕也遇过很多人了 可是就是没有见过他 没见过他 那那我再请教你 叶士文署长您过去有收视 也不认识 也完全不认识 所以也没有业务上的任何的重叠 没有过 也许在某个大型会议有见过面 但是我完全没有印象 好的 那可是 我们要强调的 是这一次办叶士文的这个案子 把叶士文压起来 一位台北科技大学的蔡仁慧教授压起来 同时赵腾雄跟他的副手魏春雄被压起来 这个是法务部联政署单独办案 跟地检署合作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 这都是属于法务部您属下的系统 是 你昨天去慰问他们 是 因为他们很辛苦 你怎么知道他们很辛苦 这个工作是非常辛苦的 想想看要长期的去收正 跟监 而且这种可以说超智慧型的白领犯罪 通常都是非常引力 非常不容易发现 对 你即便在外面看到 好像吃吃喝喝 觉得好像很行为 有点不是一般公务员的状况 你要抓到证据还是很难 非常难 所以这个案子是由什么 跟这个机车手啊 什么这个汽车跟的啊 或是步行跟的啊 什么一起吃饭的啊 这个很多的很多的故事 分故事 分这个 在政治领域上的影响 跟这个行政上的领域 我们先请教这个罗部长啊 他是法务部的部长 那 林郑署是您的直署的部署吗 是 他们在上个礼拜五行动之前 大清早去搜叶书文的家 您知道吗 事前 事前不知道 当天跟我讲 你说他当天是几点 什么时候跟您讲的 上午八九点吧 就是他们其实之前就开始行动了 对 这个是正常的作业 一向 其实我到法务部以来 我到各机关去巡视的时候 我一直在强调 大家都是国家的公务员 没有党派 没有色彩 我们心里应该只有黑白 所以依照法律形式 其实规矩很清楚 就像我过去在媒体公开讲话的时候 我都说大家都依法行政 这个不叫我指导办案 是法律指导办案 所以大家只要依照法律做事都对 所以不需要每一件巨细迷移的 有政治考量 这些都不必 他们在侦办中 比如说在跟进 这个酝酿中的案子 是不需要报告的 所以您是在上个礼拜五 也就是五月 这个 搜查的当天 30号搜查当天 早上他们去了 叶世文的天母的家 在他家里搜出了 1600万的现款之后 是谁跟您报告呢 是按照一个 正常的一个行政的体系 是 是署长 署长是 他在办公室跟您报告 电话 电话 你当时 日之前 那个时候是上班之前 上班之前打电话给您个人 对 你当时的感受 你害不害怕 或是你怎么想 然后你 事后你有报告谁 没有 完全没有害怕的心情 其实我心情只有 讲起来是复杂的 第一个我是 很高兴 他们那么认真工作 有成效出来 第二个我是很难过 国家有这样的公务员 会做这么可恶的事情 你很惊奇吗 倒也没有那么惊奇 因为总是不是会听到一些 但是我都希望不是真的 但是结果证明是真的话 当然会难过 他给您报告 你给他什么样的指令呢 部长 我们就认真谨慎的做 你是这样跟他说的 那从那个报告到 一直到今天早上为止 他们必须再跟您报告吗 中间我有去了解过一下进度 那其他就没有 那再请教 我们请教的是 法务部的罗颖雪部长 因为法务部直属的 联阵署 这次跟台北地协署合作 办了一个超级原子弹性的 探务案 那这位叶世文的署长 是银建署长 他合一主宰都他弄的 而且跟这个执政党是有关 那赖哲雄 也就是连政署的署长 跟您报告之后 您在体制上 或是说在需要上面 有再向行政院长报告吗 其实这个是应该要报告的 而且我报告的范围 其实向赖署长跟我报告 跟我向院长报告 关于搜索这件事情 其实是公开的 这完全只是说 希望长官不要在状况外 因为这个状况是 社会大众都晓得 因为去搜索 只要同步开动了之后 当事人跟相关的人 以及第三人都会晓得 所以这个报告 我很怕有些人又在乱说 什么侦查不公开 这明明就不是侦查内容的事情 你意思就是说这个行动 他们要对外公布了 而且马上他还要进行下午的 他不需要公布 大家就知道了 因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 在周末睽睽之下进行的事情 对 已经发生了您的意思 所以您也打电话跟江院长报告了 是 我说今天早上已经 已经采取什么行动 针对什么事情 就讲简单的这个状况 江院长有什么指示呢 没有 他就说知道了 那江院长后来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 你知道远雄是一个上市公司 那那个时候还在白天 股市还在这个经济当中 一直到下午这件事情 才完全的明朗化 对不对 因为到了桃圆县政府 那江院长他就出国了 那江院长有没有跟您讨论过 他跟叶士文 过去是他的直属的部署这件事情 没有跟我讨论的任何事情 只是我跟他报告 对 我只是 院长出国后到现在 我还没有跟他通过电话 没有通过话 因为他出国了 那我们在体制上面 院长要跟总统报告吗 我不晓得他会不会报告 您没有 您不需要 我不需要 那到目前为止 这个案子一直办到现在 有非常多衍生的故事 那连政署是被大家两面期待的 一面就是额首称庆 我看到很多平常对政府很严厉的评论家 也这样赞赏 林政署做了一件 值得称赏的一个正直的办案的事 可是他们第二怀疑 雷声大雨点响 办不下去 第三你看 牵涉到政务次长 政务官 你们又在否认 今天中国时报的头条 高阶政务官跟赵腾雄平互动 北检99年就盯上 昨天您有否认政务次长的涉案 因为昨天媒体 就媒体写政务次长 所以我们就否认 那个是连政署否认 事实上所有的详情 我到现在还不晓得 就是当初他们怎么盯上 有多少的线索 有多少的所谓可疑人士 我都完全不晓得 那他们会怎么做呢 我相信他们就会 一板一眼的照着该做的 认真的去做 因为一向我跟同仁 我们大家互相的勉励 就是说我们是国家的公务员 该做的是我们就努力去做 没有任何政治考量 也不管他层级多高 我知道 那这个案子是丁叶士文 赵腾雄出来的 还是丁赵腾雄来往的 那位政务官出来的 这个细节我还不晓得 而且有没有那位 所谓的政务官 我也不晓得 到目前为止 对 有没有政务官的左右手 跟赵腾雄有来往 这些 为什么这个故事 他一直是被 被这个 一周刊写出来之后 是政务次长 然后连政署否认了 可是今天的中国时报 是用头条 说是高届政务官 昨天的联合晚报 是说高届政务官 我还不知道 他的讯息从哪边来 可是我却有一些 媒体的消息 听起来言之早早 可是事实上 后来也发现不是事实 但是问题是说 就在体制上面 您可以去理解吗 因为如果这样的消息 他一直散布出来 然后最后发现 没有政务官 只有办到夜市文 其实我觉得 这对政府的 我知道外面 有传言这些东西 但是我宁愿不要去问 因为我问的话 好像我就 多多少少 有点干预的意味在里面 好像我认为 是不是政务官有差别 其实我觉得没有差别 即使有政务官 对 他办的态度 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问 他到底有没有涉及政务官 反正违法就是法律 法律是一样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进广告 这个罗英雪部长 在我们的现场 这个罗部长 这个从上任到现在 他的民调其实是蛮高的 在一片低迷的 隔远的民调当中 而且一位女性 做法务部长 所碰到的一个 现在这个混乱的状态 各位也知道 当时是因为前任的 法务部长涉及到 王金平先生的 那个关缩案才下台 所以情况蛮混乱 现在又接了 碰到了廉政署 他直属指挥 而且廉政署长 是在你任内任命的 在换的上星期 现在的 他5月27号接了 然后5月30号 就办了这个 被认为是动摇党本 你们这个国民党的 党本的一个案子 公务员应该没有党籍的考虑 你是国民党员吗 我无党籍 过去曾经是很早是国民党 但是很久不是了 我这几天我再问一下 吴伯雄先生 吴志阳先生 朱立伦先生 或者是吴对义副总统 有没有人跟你通过电话 你为这件事吗 没有 没有任何人跟你 通过电话了解案情 没有 你也没有向任何人报告过 没有 这个问题都超乎我想象 你觉得就不应该 是啊 但是问题是 我们这个社会会想问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社会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非常的会想象 好 我再请教你 以前的法务部长马英九先生 他下台的原因 是因为抓会 打贪 当年国民党的党员 地方派系 强烈反弹 这是公开的秘密 后来连马英九先生自己都承认 所以很多人怀疑说 林地有选举 如果是 马总统有这样的经验的话 我来当法务部长 应该不会碰到同样的事 因为显示他对同样的事 非常有信心 其实我不瞒你说 这次我们人事大调动 你也知道检察长这些的调动 我跟很多同仁 事先面谈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们讲 知识分子 谁对政治没有一些看法 你心里是难事率 不要紧 法律人重点是说 你在办案态度上面 你只问黑白 不问蓝绿 不问政治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他即便是绿的 只要他做事公正 我照样用 不会说因为他是属于哪一个政党 我就特别用或不用 所以大家很多以为说 有一些党派非常政治考量 别人就一定也都是政治考量 我觉得就是 如果这个案子可以树立一个典范的话 那当然中华民国这个素贪就会有非常好的成果 可是罗部长我们大家也都很难过 2008年马英九总统就是因为清廉 就是因为他会打单 他会反贪腐 所以当了这个总统 但是五年六年当中 林义士涉案 黄继敏涉案 叶士文涉案 这个对 对我觉得这边分个两点来看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不好意思 仍然要进广告 罗英雪部长他刚才跟我们谈到这个案子 上个礼拜五发生 早上搜索完了叶士文的家 那么林政署的署长赖哲雄先生 打了电话给这个罗英雪部长 罗英雪部长也打了电话给江一华院长报告 那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政务官到底有没有涉案 那刚才部长很清楚的回答 有跟没有都继续的侦办 林政署是不是有支撑的力量办下去 罗部长是给了他们百分之百的通行证跟绿灯 对 那林政署里面有没有人 有政治上的不同的背景的考量 以及这个叶士文明明被检举两次 明明内政部的政风单位的风评不好 为什么他还可以退休 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扣扣早餐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的是 罗英雪部长 法务部的罗部长 他从去年的九月上任 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了 其实这八个月发生了蛮多蛮多的事情 甚至于学运都发生在这一段阶段里面 上个礼拜五 联政署民国一百年才成立的 2011年成立 现在才2014年 100年的7月20号成立 是才三年 对才三年 他们前面办了一个故宫的案子 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很多人都批评联政署 说没有表现 终于办了一个这个案子 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这对联政署不太公平 因为联政署当初成立的时候 他最大的目的是防贪 不是素贪 对不是素贪 所以防贪就是说 他要去发现各个这个机关的业务当中 哪些最容易发生贪腐的事情 所以他要去设计很多的步骤 去预防 去宣导 去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 所以这些工作 其实他的成效 你几乎是看不见的 你做的越好越没事情 所以的意思就是 他以前没有那个成绩 是因为他的角色的问题 不是因为他没有出去好好的打 我觉得也不能 抓贪 是也不能说他没有成绩 是说他成绩不容易被看见 不容易被感觉到 这一次比较容易被看见了 因为他是素贪 防贪是比较难 你要防范于未然 所以你只要发现有一点蛛丝马 就觉得这个地方容易出问题 你就要设计一些步骤 比如说他们建立一个咨询公开平台 一些重大的一些工程采购案 他们就会设计一些特殊的步骤 让政风人员尽早就参加这个作业的过程 了解状况 而且提供那个资讯窗口 让厂商这些 那就比较知道说 这实际的作业不容易被掌控 不容易不需要去收买什么人 可是罗部长 那他们这样一波一波的这个探户案 显然你的访谈也没有多好 不见得 现在所谓一波一波就指这件事 前面还有什么黄敬明 那些这个灵异事啊 所以刚刚又回到 口口前面问我那个问题 说马总统到任之后 怎么还这么多贪腐的事情 我觉得贪腐的事情 一个人他会有这个贪腐之心 不是一天两天 可能很长时间就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了 好 所以 所以你的意思要制度上面去监督他 去防范他 对 而且查到的讲起来 也都是我觉得 好像冰冻三指非一指寒 也都是过去累积起来 我不要说是哪一潮 我觉得是一个人会贪腐 总不是他突然变坏了 总是他之前的品德上面 就不是非常的这个端正 才会这样 那这样子我要问了 那叶士文他两次被检举 江一画是他的首长 江一画是内政部部长 我知道 然后那个内政部又风评说他不好 又正风评估都写过 那为什么江院长两次检举 还都查无实据 然后吴敦毅副总统 那个时候是行政院长 吴敦毅副总统说 他没有接到内政部的报告 我先请教您 如果有人是把一个署长 去写黑函给部长 然后部长需要跟行政院长报告吗 不需要 因为这个太多了 体制上不需要 这一点真好给我一个机会说明 我也一千多万接到黑函 那我接到黑函怎么办 我不可能没接向院长报告 对不对 因为这里面到底是不是有真的是有具体的事实 有真的事实 还是只是污蔑 都不一定 有的只是恶意攻击别人 并不是事实 也很可能 所以要怎么办呢 我一定是发查 对不对 一定交查 就说看这个 这件事情涉及到什么层次 如果他讲的比较具体的话 可以查的话 一定是要去查 查得出来 当然我们就办 查不出来的话 你也只能解案 所以你看他行为 好像你怎么公务员有钱 去买那么名贵的车 穿得那么名牌 对 你觉得他好像 他的收入跟他的消费不成比例 或者说他的交往很复杂 可是这不足以定罪 是我们法律上 没有那什么财产来源不明 这个先去 那是后面的 有案子才要查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就有点 我的意思 当然我们对于官员 要更严苛一点 比方江院长 他现在是院长 那既然你的夜市文风评不好 两次被检举 那你总要提醒一下大家吗 那个这样的人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你们很奇怪 这样的一个署长 还可以跑去做桃源县 你们执政党 不他们执政党的副县长 你不觉得这个对江院长来讲 也很视人不明 这里面就也是一个为难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讲的 比如说我接到检举黑函 就算有三个十个人 我们也碰到这种状况 很多风黑函是同一个来源 他用不同的名字来检举 你们会不会有官官相互的状况 我不敢说 所有人都不会 我不敢讲这个话 但是我所知道的人 是没有 所以江院长不必负责您的意思 对 我觉得他做了该做的事的话 人毕竟不是神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Coco早餐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一寇 关于叶士文 他处理桃源的巴德和一住宅 向赵腾熊的远熊集团所会 非常赤裸裸 这个中间还有白手套 那这个白手套已经是被认为 可能是误点证 不管怎样都已经在压了 那这个案子很大 因为牵涉到了国民党 非常多的不同的政治人物 在现场我们请到这个案发以来 第一次接受访问的罗英学部长 他刚才特别提到了 这个案子的发展 好 江一华院长 因为他人不在台湾的时候 被认为他去萨尔瓦多当特使 访问 那关于他的两次黑函 刚才这个罗部长也做了一个说明 接下来我要请教你 这个案子被认为有阴谋论 有斗争论 说是连政署 他找了地检署合办 把你们辖下的调查局给撇掉了 因为怕调查局通风报信 给这个吴伯雄或是吴志阳 或是给什么其他的这些相关人士 而且你可以趁机会 这个案子可以趁机会打掉一些 党内要参与总统选举的政治明星 我觉得这些猜测真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我们完全没有这回事 如果不是这位新的署长 是我这个任命的 对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还不会那么有把握 那因为正因为是他是我任用的 然后他上任之后 很快的把这件事情 就是做一个很迅速的处理 从头到尾我没有接到任何一个 所谓政治人物或高层或什么相关 大家媒体点名的任何一个人的 任何一通电话 说要我怎样或不要怎样 你们不是故意排除调查局 不是 因为每一件工作 我其实我一直鼓励我们同仁团队合作 不管是联政体系 调查体系或者检查体系 甚至行政执行单位 大家都可以就在需要的时候 团队合作 但是每一件工作本来就是这样 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就不需要找两个人 这个案子为什么没有找调查局呢 因为他没有需要 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自己追索的线索 他自己可以独立去完成的话 因为他的人力配置如果够的话 他就不必向外求援 本来每一件事 每个单位办事情不都如此 你本来自己可以做 你何必要麻烦别人 但你自己立有未歹的时候 你才会去请别人协助 所以当然你自己认为 但是他不是一个斗争 或说阴谋的发动者 可能他最后会变成一个政治斗争 不是这是别人要去怎么说 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但是大家看媒体的报道 有很多种的不同的说法 对不对 那彼此之间也是矛盾的 其实这是廉政署的一次 非常这个优秀的表现 这是国民党执政者 去抓国民党执政的 这个首长们的探户案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都可以有两面解读 那过去查到很多 国民党籍的探户案的时候 大家就说你看国民党比较黑 比较会贪污 那可是如果抓到是绿营的话 就会被说成说 你看吗 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都是所以只抓绿的不抓蓝的 那现在就没有讲人说 只抓蓝的不抓绿的 这种话出来 所以我觉得什么事情 都可以各种角度不同的去解读 但是 你那意思是廉政署 他有了一个司法独立 这个办案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你也有信心 是 连政署的人力够吗 人 看办什么事情 办这件案子够吗 办这件事情目前是不够 当然就请地检署 而且当然 当然他到了这个阶段 需要征讯 需要起诉的时候 一定要请地检署合作 不管是调查局或连政署 他都不是检查机关 他都是算是行政机关 所以一定后阶段都要到地检署 现在开始办那个A7的 那个领口的合一住宅案了吗 可能吧 我只是说可能 因为我也没有去问到 这个细节的问题 如果要办到 就是说现在这个跟远雄有关的 几乎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当然民党执政的台南市也有了 那几乎都有 台北的大巨蛋 新北的领口 这个板桥的福州 然后再加上台中还有眷村改建 那这个当然还有台南 就是说大家认为 有跟那个国民党的明星的首长 几乎都有牵扯 那未来怎么办 有没有一个界限 或是有一个要求 我想行政机关 就像吴县长 他的讲法跟想法跟做法 跟检查机关应该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从行政首长的角度 他可以去说怀疑每一件事情 他去做个彻底的清查都可以 但是检查机关不能这样办事情 因为这样办不完 因为这样子会非常非常的多 他只能从线索当中去追 现在比如说这个证人 讲到别的案件了 我就去看看那个别的案件 确实是不是有证人说的 那个些状况 然后进一步去追查 那边是不是也有弊案 是不是也要涉及犯罪要起诉 那如果不是有一些蛛丝马迹 或者任何一些迹象或线索的话 你凭空的说要去全面清查 地检署是没办法这样子做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当然这个是两种 你的做法是从窄的部分 有一个事实 一直延伸出去 那现在营建署把所有的相关资料 都已经给了连证署了吗 关于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做 我想应该是认为 应该全面清查的这些机关 自己先做初步的过滤 有针锋单位是不是 他们也有针锋单位 他们当然也可以说 组成一个team 大家共同去审查 曾经可能比如说 叶士文接触到的案件 哪一些看起来比较古怪的 哪些看起来程序比较欠缺 或怎么样的 他可以把那些挑出来 他们自己认为比较有问题的 然后他们再把一些 觉得有问题的那些点在哪边 跟连证署做合作 对或者说跟递检署 你不可能完全凭空的 就是说把也许他 经手过的几百个案件 因为他在营建署署长的话 那案件可能非常多 他在桃园县的副县长任内 就已经有143件快150件 所以检查机关办案 不可能这样子办 你的意思就是说 检查机关不能像桃园县的 吴县长这种办法吧 150几件 那桃园县他是用行政的力量 来查这个东西 他们有要求连证署 或说地检署帮忙吗 吴县长那里 就我所知道目前 我现在我没听到 没有来 没有请帮忙 我没听到他们讲 那是可能没有 但是也不见得一定 那不请你们帮忙有用吗 他们可以自己 透过采购专业的人员 还是可以去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案件的程序是不是很严谨 那这些投标的厂商 看起来是不是怪怪的 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很复杂 互相持股啊什么之类的 或者说跟远修关系近不近 之类的 对 那所以还是有逻辑可循 您的意思就是说 吴县长的做法跟 检调单位做法是不一样的 他大幅度的换了12个主管 第一波5个 第二波7个 然后他还这个自己 这个要调查这个 叶世文的这个案子的方面 您对于你刚刚讲了 吴县长的做法跟你们不一样 那你赞成吗 同意吗 认为他这个做法够积极吗 我觉得他在他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积极 最谨慎的做法 到目前为止 你所知道的是这个案子 跟吴县长没关系 对 确定 就我所知 但往后怎么样 我不敢讲 你60 到目前为止 对 那跟朱县长 朱市长也没关系 那不是扯更远的吗 朱市长他做过桃园县长啊 那也做过A7合宜住宅啊 这完全没有任何迹象 说有关系 因为赵腾雄的关系 赵腾雄不是捐过一座桥吗 也被人家质疑过 对不对 也没有任何迹象 您的意思是 那这个案子是真的有69箱 证物吗 那是他们要送去销毁的 那有人怀疑69箱证物 会不会打开 你如果打开了 国民党就原子弹爆炸了 就高官射案了 当然会打开嘛 他既然搜查了 他当然会 确定 扣案 这一点我蛮确定的 就是那什么时候打开 怎么样打开 有没有被打开 这些事情都会透明化吗 不会被施案吗 结束之后 案结之后 我想他们会说明 你相信 一定如此 我相信 你对你的连政署 现在手下的这个连政署 是充满信心 对 没有压力 对 但是这个案子 他有没有个时间上的 民众的耐心 您做过律师 对于部长 你对这个社会气氛的掌握 当然希望 当然希望能够越快越好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案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会多复杂 会牵涉到多少人 都不晓得 所以现在要预期说 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我觉得这一点 我想只好这样讲 可能也许这是一个 最适合的方式 就是说 你能够增结哪一部分 就先起出哪一部分 其他有发展的 后续的陆陆续续在处理 而不要等全部都结案了 全部都增结了之后 才一并做起诉或不起诉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 要不然民众忍不住的 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你可以比较明朗 确定的一部分的话 当然除非有时候会有点困难 就是它涉及到的太复杂了 很多跟其他的案子 交叉在一起的时候 那交叉的部分 你也需要一起去并案处理 这个时候就比较难 好 您的意思就是说 跟巴德合一住宅这个案子 就这个单一案件有关的 如果针结结束了 就先起诉 然后继续再查 其他的相关的案子 对不对 那这个是对民众 也比较有交代 因为这个民众 是有耐心上的这种压力的 那这个社会 对你们也有要求 否则会认为 雷声大雨点小 是 我觉得我们社会 掌声太少了 应该是要 虚声太多了 其实像王爵呀 还有其他好几位女性啊 有些人她名字不愿意 讲出来吗 昨天您也去 这个慰问他们了 这个 树摊组的组长 谢明冠 副组长王爵等人啊 还有几位女性 也都被造出来 还有一些人 为了办案 不可以露脸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给廉政署 你的意思 希望大家给他们加油 对 其实像他们这些公务员 我去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感动 因为他们可以说不分日夜 连端午节一分钟都没过 完全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或者在这个工作上度过 可是他们也任劳任怨 没有埋怨 但是可是社会大众 一下好像觉得公务员都是 喝茶看报 闲闲没事 那是因为以前好多案子都雷声大 雨点小 所以大家就没信心吗 我觉得那些事情 当然也不见得是假的 但是也许那就是一部分 或者是一些某一个角度的解读 他也许是后来查不到证据了 因为你可以想象犯罪的人 哪一个不处心结律 把自己的证据湮灭 你看像这次运的六十几箱的 这些证据想要去销毁 你就可想而知 办案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像我们大家看起来觉得 这个人八九不离十就是坏人 可是法律上不能这么讲 你不能用看起来 你一定要证据确凿 你才可以说他确实犯案 是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 是一个曙光 法务部的罗英雪部长上任之后 这个他所直辖的廉政署 办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案子 其实是值得我们拍手的 而且是赞赏 对于你来讲 你应该觉得还蛮安慰的 因为这个署长是你任用的 那可是从另外角度来看 他碰到了国民党的执政的 年底的选举 那所以很多人会怀疑说 你们为了国民党执政权 怎么可能办下去 高阶政务官 哎呀不可能啦 就让叶斯文一个人吃下来了啦 那到目前为止你要确定是 你不知道有没有高阶政务官 再讲一次 对如果那样子讲 那样子想的话 根本就不会办这个案件嘛 对不对 因为年底选举 现在大家早早就知道的 不是现在已经好像搜索之后 才想到说 你说年正属白目啊 这个 没有政治意识 突然罢了自家人 那我也白目 而且我会白目到底 也好 赖署长他是有政党倾向吗 我连问都没问 因为我觉得不需要问 对我刚刚其实也提过 就是说 每个人心里有什么政治的想法 没有关系 但是重点是你工作认真 态度很公正 这样就可以了 国民党当局也没有人找你吧 找我干嘛 你这年底选举被你们 对啊 没有啊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 好 最后我就要请教您了 因为署长等一会去参加行政院院会 今天非常谢谢署长 在这个案件爆发之后 对不起 部长 想到连政署 觉得很开心 替连政署加油 我们确实需要 对不对 我们的听众啊 请你打电话到连政署嘛 打电话到法务部嘛 我常做这种事 做小百姓 谢谢 对啊 你听众 你打电话到连政署 去支持他们 他们就会有士气上的提升 对 部长的意思是 证据到哪里 就查 绝不可能 他刚刚还又提到说 要不然就是 他没有 他是白目 当然这是 形容词啊 上一次 马英九州 法务部长 是被李登辉主席 给逼下台的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抓 因为他抓会抓太凶 打那个简直是把国民党政权都这个要垮掉了 所以他被换掉了 那他气得他后来还辞职了 他去做政务委员 你不担心你步上他的后尘吗 我这句话虽然有点尖锐 有点对马总统不信赖 但是整个国民党是很可怕的压力 我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顾虑 第一个我本来就不是眷恋这个位置的人 第二我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 大家拭目以待 看我会不会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我就找人 我觉得不会 我问你 马总统是清廉的 OK 但是国民党是错综复杂的 如果国民党压力太大 会让国民党年底选举完全崩盘 你认为马总统撑得起这个压力吗 我觉得他也不会想这些 以我的了解 他也 这个部分我感觉跟我很像 他也不问男女 他在用人的时候 很多人说他看着镜子用人 事实上大家明明就知道 他比如说用了一些耐性缘 或者是像没有党籍的张博雅 甚至说提名的时候 监委还提过游美女 他都不是这种人 所以你有信心 我们拭目以待 连政署的表现 也拭目以待 罗部长坚持他的司法独立调查的 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始 大家再听众朋友 再提醒罗部长 他上任之后做了非常多 其他部长不敢做的事情 我们要给 拜拜手 也要给连政署拍手 罗部长去参加院会了 所以我们近段广告 这个非常谢谢 谢谢罗部长 谢谢 谢谢你的勉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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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